这群魔出现的时候 我们正打算离开咬叶湾呢 也算是撞上了 算他们倒霉 那些就是来梦里除魔的修行者 是啊 不怎么多 这种主修精神力的人太难找了 别的门派就算术法神通 在这儿也未必有用武之地 梦里的事 我和其他门派的师兄师弟们都说过了 他们会谨慎行事的 如果遇到御主 也会试试能不能弄醒过来 继灵族去探查各梦里的人 有些一直没有回来 我担心 你们若是遇到危险 还是要以性命危险 我们来这儿也算是探个路 要是情形比想象中还差 或是更加恶化 这些门派里的掌门和长老 说不定都得出山 不是为了帮击领族 而是因为万一魔真的跑去了人间 大家都没有好日子过 是燕子 是乌依国的燕子 之前他们有事去了别的地方 你也感觉到吧 过去一趟吧 这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 因为各种各样的缘由才会入梦 风姐姐是我们第六任的组长了 领导长说是你们和她说了梦境一遍的事 不胜感激 和上次来的时候差了很多 像是火拳都熄灭了一样 之前留下的印记已经消失了 但我感觉这扇门并没有受过冲击 难不成 是御主自己开的门 不无可能 虽然黑莲的力量令梦誉十分稳定 但梦终究会随着御主意识的变化而变 那是什么 让她连谋会侵入都顾不上了 那些是什么 那些是什么 剑谱 你把我的剑谱还了 背变谱 被变者注定不得好死 看过来了 你们是谁 为什么来我的剑炉 剑炉 对 这里是渭水剑炉 全关中最好的住剑之地 不 不只是关中 更是全天下最好的 可是我没有剑谱了 剑谱到底是什么玩意儿 是我的宝贝 也是渭水剑炉的宝贝 被我最小的弟子 那个孽徒偷走了 你的弟子在哪儿 叫什么名字 或许我们能帮上忙 真的 你们真的可以帮我 那个孽障叫萧锦 我最后一次打听到他的下落时 对方说 他似乎在寿山脚下的得童 我要亲眼见到他 问问他 为什么要这样对待自己的师父 那老先生 你住在哪里 我们要是有消息了 也好去找你 什么住在哪里 我就住在这儿 每天每月 每时每刻都受着煎熬 你们 把他带过来 把那个叛徒带到我的面前 一步 那个人 是个住剑师吗 大概是吧 他提到了渭水剑炉 剑炉 是不是很有名 是个驻舰的流派 全盛之事大约在五六百年前 后来就衰落了 原来至今还有传承 你们听过这个地方吗 说不定离乡城很近 那就是在阴陵的西南面了 但是德同这个地方 我没什么印象 或许是个小村子 那就去那附近找找 说到守山 山里也有很多 关于轩辕皇帝的传说呢 不过我从来没有去过 英武院 是不是有些不对 我虽有疑惑 但也是毫无头绪 暂且留心吧 找到了那个萧锦 你有办法带他进梦里 只是假如不在连中境 就需要另外一个距离镇了 大人 这样真能见到 我那个孽徒吗 可以 就算你的徒弟说了别的 他们也会想办法让你见到 因为他们要完成你的心愿 太好了 太好了 我要杀了萧锦 杀了他 取回我的剑谱 乌 乌赵明明说过那只辟邪太弱 却还是三番两次想杀死他 难道是发现了什么 不对 要是真的发现了 绝不是这个样子 我只要等着看就行了 请问这里是德同吗 是啊 你们 是不是有个叫萧锦的人住在这儿 萧锦 两位找他干嘛 你 你是所谓的江湖中人 一言不合就动刀动枪的那种 我们不是什么江湖人呀 只不过受人托付 找他有些事罢了 不会动武的 那就好 村北有间铁铺 旁边挨着的就是萧锦家了 多谢告知 等下见了面要怎么说呀 就开门见山提起他师父吧 先看看反应 我们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兜圈子 那他万一不理我们呢 好办 打混了带走 这样不好吧 都还没弄清楚是怎么回事 说笑罢了 等下随机应变就是 这段时间只要去村外林子里 我都仔细找了 真没见着 谢谢萧叔叔 谢谢萧叔叔 先回去吧 这都下雨了 我跟你们招把伞 structured 不行了 屡不大 我和妹妹一惑就跑到家了 走吧 妹妹 嗯 你就是萧锦 你们 我们之前遇见了你的师父 这太玄乎了 师父真的在梦里 你不能把我这样的 也带到梦里 有人昏睡不醒的事 在阳屏已经传开了 你要是不信 我们带你过去打听打听 我没有不信 就是一时转不过弯来 师父对我恐怕有些误会 我真不知道 那什么剑谱的下落 而且我现在也已经不住剑了 那当初是怎么回事 我的师父印铁山 一共收过三个弟子 除我之外 其他两个都意外过世了 这个行当的传承 多半是父传子 兄传弟 师父早年丧妻 也没有孩子 我们几个都是他的远亲 两位师兄弟死后 我多少有些心灰意冷 更觉得住剑也没什么出路了 如今这年头 哪还有几个人用剑 但这种心思在师父看来 一定是大逆不道 打死我都算轻的 我怎么敢提 后来一声不响地跑了 的确是大错 在这个小村安顿下来 我就帮村里人做一些 平时用得上的玩意儿 也免得他们还得 大老远跑去县城 说实话 日子过得比以前踏实 那这个事情你怎么打算 我跟你们走 总要让师父醒过来 而且也得把误会说清楚 入梦之前要做些布置 这里有什么偏僻点的 不容易被人打扰的地方 我住的这边已经算偏僻了 村子里本来人也不多 你们要是觉得不方便被瞧见 可以等到天黑一点 行 准备好了再来找你 晚点再用聚灵阵 带萧锦入梦 等到傍晚或是夜里 没想到还挺顺利的 这个萧锦倒是个通情达理的人 通情达理吗 我倒是觉得 这渭水剑炉整个都透着 一股的奇怪劲 嗯 那个驻剑师的梦是很古怪 竟然有许多 烧焦了一样的人形 这是怎么了呀 我家黑漆漆不见了 是家里的大黑狗 一直跟我还有妹妹一起玩的 已经过了快一个月 会不会跑去村子外面了 可是黑漆漆平时很乖的 不会乱跑 就算出去玩一会儿 只要哥哥一吹竹哨 他就回来了 村子外面野兽多吗 有的 但黑漆漆是一只大狗 它很厉害 爹爹说 它以前遇过一次老虎都不怕呢 我和妹妹 也偷偷去村外找过 还让萧瘦瘦帮着找 可我们也不敢跑太远 大人都说 山里有老祖宗留下的东西 随便乱跑的话 万一冲撞了 会惹老祖宗不高兴 娘说过几天就要搬家了 不能再等下去 那我的黑漆漆怎么办 别哭了 要不 等一会儿 我们再偷偷去村子外面找找看 你们两个还是别去了 太危险 正好我们打算在村子附近转转 可以帮忙留个心 稍微走远一点也无所谓 谢谢 那这个要给你吗 是平时喊黑漆漆用的竹哨 我自己做的 不用了 他要是在附近 我能感觉得到 真的吗 真的 那我和妹妹等你们回来 林子里应该有些什么 罗盘的反应好大 罗盘 是怎么测定其他东西的 因为里面装了磁石 所以会对地下的金铁之物有反应 但堪余术实在太庞杂了 不可能一言蔽直 很多时候 也会发现各种奇奇怪怪 难以解释的东西 已经过去了快一个月 就算地上有什么痕迹 也早被冲刷掉了 我们只能尽量在林子里都走走 看能不能发现那只狗 或是其他的线索 只能找到尽量的磁石 指导 他还没有不到 余术的磁石 我们要添加 这些线索 是 遗迹吗 上面的图案刻得可真好 是在描绘祭祀 祭天 看不太清楚 不过 这像是玉制的 如果用来当作祭坛 倒也说得通 这是昆仑玉 可我见过昆仑玉 不是这样的 据说古早时的昆仑玉 和现在的相去甚远 那时候的玉 产自传说中的昆仑须 极其坚硬 而又可以大量地蓄积伶俐 所以 靳云才用昆仑玉作为指挥 月爵书里提到过 皇帝之石以玉为兵 可后世发现的玉制兵器 却寥寥无几 许多人都猜测 这类兵器只能在祭祀中使用 不会真的用来战斗 现在看来 好像也未必不能用在实战里 昆仑玉太过珍贵 船是稀少 且对于使用者而言难以驾驭 这里到底用了多少昆仑玉啊 假如造他的人是古人 在当时的地位得有多高 会不会真的跟皇帝有关呢 先画下来 等一下要去山洞里看看吗 不知道里面还有些什么 去倒是无所谓 可别又挖出来一座古墓 不会吧 哪能每趟都那样 我踢到了什么 骨头 是焚烧过的 山洞里还有别人 至少眼下没有 感觉不到 也听不见出我们以外的声息 你跟紧我 这些软道的 这个有烟散 看起来有点旧 不过秀极倒是不多 啊 原来有一处坏掉了 有人在这里歇息过的样子 看着还算新 铺上去的时间大概不长 有脚印 鞋笔沾了不少灰 看脚的大小是个男人 算得上健壮 这这么高 一般人很难上来吧 得同的人 对山里也十分敬畏 那到底 谁会来这个山洞呢 这块地明显是翻过 又埋上了 嗯 翻洞的痕迹还很新 挖开来看看 我们扇子洞不太好吧 刚才那些散在地上的也就罢了 这下面不知道埋了什么呢 好不好 我都要看看 一股子让人不舒服的味 是瘦骨 被焚烧过 这些应该是剩下的残骸 狗的骨头 而且是一只很大的狗 你怎么这样清楚 我以前在山林里待过 野兽见得多了 有时也会有野狗 哦 你们说 这只大狗 会不会是那两兄妹 正在找的那只 有这可能 你看这个 竹少 我在一旁捡到的 我猜也许有人仿做了这个 把狗引到村外 然后再抓住它 太可恨了 为什么要做这种事 把这么多骨头埋在这儿 到底想干嘛 难道是仿效古代的祭祀 这后面还有东西 不过被封住了 我瞧瞧 是一扇石门 照理说能从这边打开的 附近八城会有机关 我们仔细找找看 这上面有个图案 和洞口看到过的很像 我知道了 你们瞧 这个图案 其实也是刻在一块玉板上 只不过周围被泥土掩盖了起来 有可能是个古老的机关 光从上面照进来 随着时间过去渐渐偏移 总有一刻会落在这个图案上 到那个时候 机关说不定就能被触发了 那我们得找个时间 在这里手上一整天 我也是猜的 说错了你们可别见怪 以前在书上倒是见过这种 也不知是真是假 月光里的确蕴含奇异的灵力 地流江的传说更是由来已久 世上若有这类疾巧 倒也可以想象 真想知道门后面是些什么 刚才走得近了 觉得里面有股灼热之气 大概正因为这样 洞内不太潮湿 反而十分干燥 先回去吧 今天肯定没时间揭谜底了 是你打算告诉那两个孩子吗 为什么不说 你怕他们伤心 总免不了哭几场 甚至一辈子都不能释怀 但如果换了我 我希望别人可以明明白白地和我说 就算他们还小 也是一样的 是我想差了 的确 换作我也不愿意就这么没了消息 不管好的还是坏的 我都想知道 你们回来了 找到蕴启启了吗 没找到啊 也对 都快一个月了 他要能回来 早该回来了 不算没找到 接下来 你们要仔细听我说 和我的主上好像 除了尊历人 没有谁会知道这样可以引走黑漆漆 我 我要去找到底是哪个 我没有看到黑漆漆 这些都是猜的 不 我知道 黑漆漆一定是被人害死了 不然的话 她无论如何都会回来找我和妹妹 从她还是一只小狗的时候 就从来没有和我们分开超过三天 妹妹 我不要 不要这样 臣家娃子 这是咋了 被人欺负了 没有 冯婶婶 她们是来帮忙的 冯婶婶 我们家黑漆漆没有了 来来来 跟婶儿先回去 回去慢慢说 你听到过别人提起那个山洞吗 大人一直说 要是在山里看到那种地方 不能随便乱闯的 得马上离开 谢谢你们 我和妹妹没有什么好东西 这是我家种的果子 送给你们 我去布阵 嗯 我和岑莺去找小姐 我和岑莺去找小姐 什么关系 还要找小姐 帮你还要找小姐 scans 我妈妈 冯婶 这就是师父梦里的渭水剑炉 真是壮观 师弟 你终于来了 跟我们去见师父吧 表兄 堂 弟 你们 你们不是已经死了吗 说什么蠢话 一日为师 终生为父 就是死了 我们也还是师父的弟子 你这个叛徒 想好要怎么给师父赔罪了吗 走吧 梦里不会真的有鬼魂吧 至少他们两个不是 这老头戏还真多啊 这老头戏还真多啊 季灵族的碎精 怎么会在这儿 这里不是不久前才形成的梦誉吗 也就是说这段时间里 有继灵族死在了这儿 是魔物干的 但这上面并没有魔器残留 所以 是御主 不得而知 梦里的东西也能带走吗 好 小心你的师父吧 这地方 已经变得十分凶险了 快点 不能让师父久等 他老人家 现在怎么样了 自从丢了剑谱 师父 师父就病倒了 拖着一身病四处打听你的下落 汤兄 我们几个从小在师父身边长大 他最疼爱的就是你 你得了他的手艺 去做出这样大逆不道的事 死后 就不怕下十八层地狱吗 看起来 这老头儿心里的怨气很深啊 都是我的错 小锦 我的徒弟 你总算回到了渭水剑炉 可让你的师父好等啊 我要你到 我驻剑台来 跪在我的面前 认罪 师父 你误会了 我真的没有什么剑谱 堂兄 你还不下去 到了这里 就别动什么逃跑的心思了 你吃饭了 他自己会 你吃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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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文池 你吃饭了 你吃饭了 只是 你的 你吃饭了 好吃 你吃饭了 我吃饭了 你吃饭了 大家吃饭了 你吃饭了 可以吗 师父还是那么执着 他总认为 渭水剑炉该是天下第一的驻剑流派 或许梦里的这个样子 才是他心目中真正的剑炉 那现实中的渭水剑炉又是什么样呢 其实哪还有什么剑炉 这世道连剑客都快没了 我们这一派虽说也曾经风光过 可如今不过就剩了几间破屋 几个小炉子罢了 赤川都得省着 且要拿去维持住炉火不息 还要用来采买金石 那真是不容易 但师父也从来没有亏待过你 我们几个当中 他最器重的就是你 你却让他老人家这么难过 是啊 师父总说 萧锦是我最好的徒弟 萧锦以后要继承我的衣钵 萧锦 Λ 转的猪拍 recognizes 感谢观看